夫妻俩对对方都没了信任 都不愿对方来管理财物 随后观察员钟月英 将何先生的想法 转达给了陈女士 夫妻俩在密室中僵持不下 谁也不肯让步 那么走出密室 夫妻俩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他们最终能够达成和解吗 密室回来再揭晓 密室结束了 我们现在一起来了解一下 两位当事人 目前是什么想法 都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借这个机会也表达一下 如果就这么两三个 或者最近一段时间 我觉得就没有意思 如果一次就保持这样子到永远 就是一直这样 是啊 一直这样 要不就这样子 给我买一个轮椅 就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 我觉得要不他就在上游住 我就在干走住 我们做一个裁定 但是你们自己就选 A方案 你们俩分开 但是不离婚 相互经常慰问 看望 尽到这个法定该有的义务 对 在这个情况下 何先生每个月 给他八百块钱 可以啊 这是A方案 如果可以 你们就按这个方案来 B方案 如果你们俩还有感情 或者哪一天有感情了 住在一起 何先生负责做饭 人家不方便嘛 每个月 做饭买菜 你负责之后 再给他一笔钱 先按A方案 如果感情恢复 就按B方案 暂时分开 但不排斥往来 互相问候 行吗 对啊 而且所有病都应该 互相照顾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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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陈女士啊 看到这个协议 很希望 一切向协议表达的那样 她不是看重钱 她是希望你这颗心 是向协议表达的 那一份热度 那天有不测风云 出了这个病 这个治病的过程当中 产生了经济上的 相互的不信任 可是并没有看到 完全地抛弃对方 所以根子在哪里 是家里面经济的约定 不具体 不扎实 所以今天来 咱们就用这个A方案 把这个基础打扎实一点 我相信 你们慢慢还是会走在一起 何先生 我建议你回去之后 还是要多确认 对他的一种认可 就是他 他对这个 你们这个家庭的付出 还是有 这是一份真心 一般的人也做不到 往前走 还是可以 最后我们送上礼物 让你们开开心心 充满力量地去 重新寻找幸福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调解结束了 夫妻俩选择暂时分开 他们原是想用一纸协议 保住幸福 没想到却把对彼此的信任 越推越远 或许对于婚姻本身而言 协议或是约定是次要的 只有夫妻之间的理解和信任 才能最大程度地消除婚姻中的分析和误解 希望陈女士和何先生 能够早日放下彼此的心结 重新走到一起 相互陪伴 度过晚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